48歲的馮國泰被心衰竭虎前12年 兩年前病情惡化貧臨生死邊緣 幸好有心人捐出心臟才能重獲新生 但好境不常 兩年後馮國泰心臟出現排斥 由心室功能轉差 現時住在醫院靠外置人工心臟續命 他坐在病床上氣藥油絲地接受訪問 最想的是希望可以第二次接受心臟移植 延續生命 他說六合菜很難重兩次 但有信心他還要看著兒子大 7歲的兒子是馮國泰和死神搏鬥的動力 他很愛惜兒子 病後收入雖然大減 但仍然是死坑死底 為兒子報讀課案活動增廣見聞 丈夫有病馮太獨力照顧家庭 更隔天就到醫院 為丈夫抹身、餵食和按摩 馮太說 丈夫愛惜妻兒 她會在身邊支持丈夫 馬利醫院心胸外科部主管 歐永谷子 馮國泰病情罕見 目前只能靠外置人工心臟 穩定有心室功能 但病人要無細菌經喉管入侵 引致病發症風險 現在正等候O型或A型血合適的心臟 希望市民支持死後捐贈器官 拯救誰偽病人 奧運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